中華五千年 藝便利主持 張偉國賺稿 吳偉榮編導 明朝萬曆後期 和天啟崇禎年間 建州女真 在魯爾哈赤領導之下 逐漸興盛 統一女真各部 攻佔明朝的遼東地區 建立後金國 和明朝對抗 在同一時期 明朝東南沿海的 福建、浙江、廣東沿岸 也有一股勢力興起 這股勢力 就是以福建泉州為據點 活躍於 北起日本長崎、平湖 南至菲律賓 女送的福建海商 這些福建海商 擁有龐大的船隊 控制福建的海外貿易 實力洪厚 福建全州的海外貿易 歷史十分悠久 由唐朝末年開始 已經有泉州海商 放陽出海 去到呂宋、宅娃、蘇門搭立 馬來半島一帶做買賣 也有不少西域湖商 到泉州做生意 到了五代和宋朝 泉州的海外貿易 越來越輕盛 宋代海外貿易的情況 我們以前已經說過了 到了元朝 根據馬可波羅技術 泉州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香港 來自各國的商人混雜港口 十分繁榮輕盛 時至今日 泉州仍然有不少 宋元兩朝的西域商人遺跡 例如伊斯蘭教清真寺 西域人墓地等等 仍然保存 而泉州一帶 有不少宋元時期 來華經商的西域 波斯、阿拉伯人後裔 稱為回民或者回族 他們雖然已經漢化 但是在外貌上 生活風俗習慣上 仍然有若干特點 明泰祖建立政權以後 為了防止福建 浙江沿海的地方勢力 勾結日本海道 侵擾沿海地區 於是實行海禁 嚴禁民間出海貿易 又禁止造船 全州的商業一落千丈 但是由於福建地下人多 而且山多田小 老百姓為了解決生計困難 不少人擅自為禁出海 發展為走私貿易 走私在為禁活動 背後有地方勢力支持 由於有利可逃 所以越來越猖獗 有些走私商人 同時進行劫略 成為海盜 到了嘉靖中葉 一些福建、浙江、沿海的 走私商人和海盜 勾結日本浪人 上岸努略 甚至深入內陸 攻略城鎮 令到人心惶惶 明朝人稱之為倭寇 當時倭寇活動的情況 及斥繼光、余大猶等名將 平定倭寇的經過 我們以前亦都已經說過了 隆慶以後 明朝的執政者 開始放寬海禁 准許商人 在漳州、越港出海貿易 當時 歐洲的葡萄牙人 及西班牙人 相繼來到中國沿海 尋求與中國通商 葡萄牙人 賄賂廣東官員 在鄉山澳 即是澳門 建立據點 發展對華貿易 西班牙人 亦都佔據菲律賓群島 以馬尼拉為基地 與中國通商 西班牙人 由美洲的墨西哥秘魯 用大帆船運載大量白銀 去到馬尼拉 向中國商人購買絲綢 瓷器 馬尼拉接近福建 所以明朝晚期 從事絲綢白銀貿易的 以福建商人為主 而福建的海商 擁有大量白銀 富可敵國 於是放陽出海 成為很多福建年輕人的夢想 萬曆末年 有一個十幾歲的福建 全州府南安縣少年 鄭一冠 準備跟隨舅舅 黃程 去澳門學習做生意 鄭一冠 俗譜上的名字叫做鄭之龍 父親鄭氏表 是全州府衙門庫房的低級官吏 家境並不寬喻 而且子女眾多 生活困難 鄭一冠是鄭氏表的長子 自幼無興趣讀書 喜歡武拳弄棒 經常惹是生非 令到鄭氏表十分失望 鄭一冠的夢想是 有朝一日飛黃騰達 所以願意跟隨舅舅黃程 去澳門學習做買賣 阿一冠, 我們快到鄉山澳了 快點回來船艙 幫忙準備搬貨 那些海風真是舒服 那邊那幾個島 不知道是什麼地方 如果我在島上清黃就好了 一冠, 你在甲板上傻了 幹什麼?快點下來幫忙 行了, 舅父 沒用, 沒用 舅父, 這裡鄉山澳的房屋和泉州完全不一樣 這些是西洋翻軌的房屋 西洋翻軌, 什麼? 他們從很遠的地方來做買賣 他們得到廣東官府批准在鄉山澳居留 所以蓋了這麼多房屋 這幾年來來鄉山澳做買賣的人越來越多 那我們快點去找西洋翻軌和我們買賣吧 啊 早晨說 不是 我們快點去找西洋翻軌和我們買賣的 我們兩家 我們還是要的人 我們要找西洋翻軌和我們買賣的 我們在手臺的時候 我們要找西洋翻軌和我們買賣的 我們買賣的 舅父 这几年来你都学习了很多做买卖的方法 是啊 舅父 我还学习了说西洋翻轨的说话 所以跟他们交易特别方便 是 这几年来你都租了不少本钱 最近有个船主叫李旭的 约我去旅宋 旅宋 是 如果混一船丝绸去旅宋 可以赚到一万两百元 什么 有这么好赚的生意 是啊 不过这样 去旅宋的风浪很大 而且又有海渡 舅父老了 没能力去 舅父 你不想去不如介绍我去 多大风险我都不怕 既然如此 我带你去见李旋主 好 李旋主 这水船我们又赚了一万多两百元 哈哈哈 是啊 郑一官 如果每次都顺利 不用多年 我们可以回到泉州享福 回去泉州享福 李旋主 你这么无志气的 生意当然越做越大 越大越好 钱当然越多越好 一官,你想赚多点钱 那当然,有钱的人连官府都要敬重你几分 好啊,如果你想赚多点钱 可以运货去日本国买 运去日本国买? 是啊,最近日本国王因为西洋人用邪教善话百姓 下令禁止西洋人入境 所以运货去日本的商船减少了十分之八九 白糖、蓝木、蛇香等价格上升了两三倍 是啊,有这么好的生意,我去 好啊,既然一官你想运货去日本国 我有个同乡兄弟,他叫李旦 他是一向在日本平户做买卖的 他人变得很熟,你去到日本,不妨找他帮你手 李旦 是啊,那最好不过了 郑一官,你由呂宋运货来到日本平户真是最好不过了 欢迎,欢迎 以后要李大哥你多多关照 一官,你连少有为,以后一定能够大展鸿途 李大哥你过场了 一官,来到日本国做买卖,最重要就是跟樊府官员打交道 跟樊府官员打交道,那这样我真的不会啊 要李大哥你帮忙一下吧 好,过两天我就带你去见田村先生 田村先生? 嗯,田村先生就是平户樊的武士和樊主打理生意的 林洛甴 田村先生,這位就是我的同鄉鄭一冠先生 鄭一冠先生,歡迎,請坐,多坐 田村先生有禮 一冠就專程由呂宋運貨來到平湾這裡 想和田村先生結交 是啊,請田村先生多多指教 一冠先生,年少有為的,一表人才 女兒,出來泡酒 是 先生,請喝酒 一冠,為甚麼你呆了,看著田村小姐 美人,的確是個美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冠 田川先生已经答应 你和他的女儿的婚事了 真的? 那就好了 田川先生就这么说 希望你好好地对他的女儿 当然了 我要立刻去拜见岳父大人 你这个媒人我要好好筹署你 一冠 我当你好像儿子一样 只要你好好做生意 我们就可以回去泉州享福了 一定 一定 叶冠 叶冠 我 什么事啊 梁子 我想吐啊 你有病啊 我请大夫来和你把脈 一冠 我不是有病啊 其实 我是有了 你有了身体 好了 我正一冠有后了 不过可惜 二父他过了身 看不到我们的儿子出生 各位同乡 自从二父李诞过了身之后 平护凡的官员 对我们大明的客商态度越来越差 我们的生意实在越来越难做 是 各位 一官说得对了 日本人欺善怕恶 我们在座有二十八个人 如果大家同心同德 有事一齐和烦恶交涉 他们就不敢为难我们了 各位 颜大哥就说得有道理了 我们身在二乡受人限制 一定要互相合作 才不会受人欺负 我们不如结拜为兄弟 有事共同进退 大家认为如何 好 我们赞成 颜师齐大哥年纪最大 而且才智过人 我们应该推举颜大哥做盟主 好 赞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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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幾杯 當然了 鄭一冠龍章之喜 我們身為兄弟 好應他替他高興 來, 喝 喝 蘇蝦仔哭 娘子, 快看看蘇蝦做甚麼事 是 一冠, 你的兒子叫甚麼名字 他叫福蟲 不過, 照族譜牌就叫鄭心 鄭心 他長大之後, 一定出人頭地 對了, 一冠 你甚麼時候帶鄭心回泉州製造 回泉州製造? 我以為來到日本做買賣 過幾年可以賺一筆大錢, 易感還鄉 誰不知日本官府對待我們越來越險 凡事都諸多為難, 生意就越來越難做 要回鄉製造, 看來也不容易 一冠 人生如昭露 如果不能夠吐氣揚眉 那就等於枉道歲月 日本人妒忌我們懂得經商賺錢 所以對我們豬多壓制 說不定, 他們忽然下令抹收我們的財產 然後將我們… 對呀, 日本人隨時會對付我們的 對呀 前幾年, 日本官府下令驅逐西洋人 他們亦有可能會這樣對我們不利 嗯, 不如這樣吧 我們與其坐以待斃 就不如先發制人 先發制人? 是, 平湖地方有幾百個福建人 我們可以出其不義 攻入平湖城, 然後居地清和 攻入平湖城? 嗯, 大丈夫應該孤注一擇 創一番事業 是, 顏大哥說得對 一官, 不得了啦 不得了啦, 一官 娘子, 有甚麼事這麼急 一官, 爹告訴我 我知道, 平湖藩的藩主 查到你們的福建商人 暗中收買軍火, 逃謀不軌 所以決定出兵殺你們 甚麼? 平湖藩主要出兵殺我們? 是呀, 你快點走 走? 那你呢? 爹會照料我的啦 你快和你的兄弟去港口開船走 娘子, 那你珍重 好好照顧福叢 明天我一定回來和你們團聚 一官, 你少了 有心嗎? 我們終於脫險, 離開日本國了 是呀 我們降降開船 日本沒有事的火炮就打過來 好險呀 顏大哥 我們現在甚麼都沒有了 以後怎麼打算 我們還有十幾艘船 有二三百人 天地之大 總有容身之所的 顏大哥 顏大哥 我知道澎湖的東面有一個荒島 叫做東番 土人叫他做台灣 我們不如先去東番 暫時安身再作打算 是呀, 先去東番島下腳 海上到處都是財寶 我們一定能夠發財 我們一定能夠發財的 鄭一官, 也即是鄭之龍 和顏思齊等人 被迫離開日本平戶之後 流落海上 後來去到福建澎湖以東的台灣 在台灣的北港落腳 建立根據地 從事走私活動 當時的台灣是一個荒涼的地方 只有一些土人部落 甚少漢人去定居 跟著 顏思齊鄭之龍的走私活動發展迅速 財富越來越多 吸引了不少福建無業遊民加入 成為福建浙江沿岸最有勢力的走私集團 他們擁有龐大的船隊 還有火槍、火炮 和明朝官兵對抗 甚至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武裝商船 爭奪利益、紅霸海上 後來顏思齊病死 鄭之龍成為首領 勢力進一步擴展 明朝官府也對鄭之龍有所顧忌 崇禎元年九月 鄭之龍向福建巡府鴻文燦投城 受封為福建海防游擊 以明朝官員身份操縱海外貿易 權勢更加顯赫 鄭之龍的日本妻子田川氏所生的兒子福松 就是後來著名的抗清英雄鄭成功 中華五千年之海霜鄭之龍 是由李在堂、曾永強、陳炳球、鄭啟明、施介強、溫泉、林有榮、曾圓 鄭之龍、鄭之龍、鄭月娥等聯合播演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 鄭之龍、鄭之龍、鄭之龍、鄭津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